大家晚上好 我是志祖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 一个不爱你的女人 又吊着你不放的 通常会有三大表现 如果你才在纠结 她是否是真心爱你 一定要认真的把今天的视频看完 首先 她总是在无聊的时候才想起你 寂寞的时候才会联系你 她是放羊的 你是砍财的 你们聊了一下午 她的羊吃饱了 你的财却一颗没砍 我的意思是 对她而言 你只是一个供她打发时间的人 当她有人陪的时候 比如说回你信息 连你信什么 她都不一定记得 然后呢 就是当你感受她的忽冷忽热 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准备放弃的时候 她又会给你一点希望 让你觉得还有一点机会 其实啊 在她心里 你就是一个需要定期保养的备材而已 她主动关心你呢 就是要想着继续吊着你 利用你来招选她的个人魅力 让别人认为她非常受欢迎 最后呢 如果你被她撂得蠢蠢欲动 忍不住对她示爱了 她就会装傻充愣 摆出一幅很吃惊的样子 我以为我们只是朋友啊 其实你喜欢她这件事情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只不过就是继续享受着你的好 又不用为你付出 同时呢 又能继续接受其他人的好 因为她的内心认为 她能够配得上更好的人 但是呢 她当前的条件又不允许 所以呢 只能偶尔跟你暧昧一下 但绝不能跟你进一步发展 一旦她遇到更好的 就会毫不勇意的把你给甩掉 其实呢 这样的女人很可悲的 因为她根本不明白 自己的归宿究竟在哪里 与其纠结她爱不爱你 认真搞钱 才是印导人 那么你要知道 遇到这样的女人 应该怎样反击吗 评论区留言 让我知道 有多少兄弟 遇到这种情况 估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